的态度 你看看你身后这个桥 你知道他应该干什么吗 走婚桥嘛 我知道 就是摩梭他年轻人的 传统的一个婚姻观 男不娶女不嫁 你喜欢吧 我喜欢男不娶女不嫁 但是呢 好像他们又可以 一个人同时拥有好多个伴侣 然后跟好多个伴侣 再生小孩 为了旅游宣传嘛 把这座桥叫什么 叫天下第一爱情雀桥 但是我们觉得从现代